大家好 我叫王岐东 今年号18岁 来自张苏南京 你选23号 是因为听了10号的广告吗 是有一件原因 因为后面其实那个 也不是太清楚 100%是这个原因 哗 出来这么多 他没有机会一个个看过去 这个广告一做 哎 就注意到他了 我想问一下23号 他因为这个原因 把你选出来 有两种心态 一种说 哎 你这样注意到我也很好啊 感谢10号 还有另外一种心态说 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你听了别人说我才注意到我 我根本不稀罕 哪一种情绪更多一些 微微地有一点点无奈吧 就是感觉好像是被推荐 被说服了 然后我可能就是那个 办会员卡 我就是那张会员卡 16号 男嘉宾 我特别想问您 就是您不是开了个酒吧吗 然后您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时间 去谈恋爱 您是每天都在酒吧里面看店 还是说是您会一个时间过去看一看 比如说下午看一趴 晚上看一趴 在凌晨看一趴 因为我主要是晚上会在酒吧 然后所以白天会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国民老婆跟你走了 你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带她去谈恋爱 但是你要知道 就你带她去旅游之后 你的店就是没有办法开出了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你直接再招一个兼职 或者招个全职过来就可以了 第二次有女嘉宾扯到江一伦了 我什么感觉呢 就是你们赶紧把她带走吧 会不会有这种联想 对啊 为什么 江一伦 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觉得女生的群体里面 往往有一个假想敌 大家就觉得她条件很好 然后说起来的话 如果你跟她谈恋爱 其实她想问的是 你跟我谈恋爱 那你为什么不说 你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 你说你跟她谈恋爱 不好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我跟男嘉宾 可能还真是不太适合 因为我也是做生意的 两个人做生意在一块的话 那肯定是没有那个时间的 我就不太能理解 如果我来相亲台上 有一群女孩的话 我根本不愿意和那个 我觉得不合适 我也不喜欢的人 跟她说 我只跟谁有兴趣了 我跟她聊聊 9号 我相信现在很多女嘉宾 心里都会对你 最后那一句话有起义 其实女孩子都不喜欢 把那些化学物品 往脸上画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爱美 那是对自己 还对就是周围人的一个尊重 而且人都是视觉性动物 如果说一个女孩子 每天就素面朝天的 你这样会跟她走在一起吗 我觉得结婚 其实是责任会比较重要一点 你如果结婚以后 有一个孩子以后 有个家庭以后 你可能就不太像 会前的时候那么多打扮 可能会分比较多的心思 在家庭里面 如果能好那也没有问题就是 当然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子的话 出轨的呀 看别人女孩子那么漂亮 家里一个黄脸婆 不收拾不打扮 男生的话 还要定你不能收拾 随你来说两句话 然后就跟别人就是走 说的这个话呢 是个女人听了 都会内心里面打个很大的问号 是的 她说漂亮的女人 不要太漂亮 漂亮的女人 会把心思画在打扮上 这个逻辑就证明 她认识的女人可能不会多 我告诉你 花不花心思打扮的女人 和漂亮不漂亮没关系 漂亮的女人爱打扮 丑的女人也爱打扮 她就想 结了婚 生了孩子 你还打扮什么呢 那像黄蓝这样就别活了 是不是 所以那两个孩子 那不是打扮得美美的吗 你看多漂亮 你要做决定了 两个女生 你的选择是 就选左边 直接过去 你让我看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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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说一句话 就是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谢谢姜老师 谢谢孟爷爷 我一定会愿意乐观 谢谢你们 拜拜